深圳人都买什么车 网友表示你以为我们愿意 上个月排名第一model y 深圳它作为一线城市 当然对于新能源的推广也是比较大的 卖的最多的就是特斯拉model y 这款车上个月卖了1802台 不得不说这款车确实比较新引人 它的入门机车型落地的话在29.07万左右 目前是没有半毛钱优惠的 官方制造价30.18万到38.79万 而且上个月全国累计总销量是405千台 上个月排名第二比亚迪汉EV 比亚迪汉EV纯电动力版本车型 上个月拿下了1785台 当然仅仅只是在深圳这个地区的一个销售成绩 全球累计12月份的销量是在10301台 而且仅仅只是纯电动力的车型 汉EV官方制造价20.98万到27.95万 这个售价是包含了全系的车型的 这款车它的续航是506公里 605公里以及550公里 上个月排名第三I-S I-S以及I-S Plus 毕竟它们就是一款车型 只是做了升级 上个月还拿下了1083台 当然仅仅只是局限于深圳这个城市 官方制造价13.96万到17.26万售价取益 正所谓进水楼在仙德 要么毕竟广汽总部还在广东的 对不对 它的入门机车型落地在13.3万 它的七零至零版本车型 落地大概是在15.5万左右 它的续航分别是410公里 510公里以及602公里 上个月排名第四凯美瑞 虽然深圳一直推新能源车型 但是还是有一些朋友是能够摇到号的 凯美瑞它作为燃油版本车型 它也是拿下了912台的销售量 它的全国12月份总销量是28152台 燃油版本车型 它的官方制造价是7.98万到23.48万售价取益 目前开门人优惠确实比较小 相比之前小了很多 现在也仅仅只不过是5000到6000 它的最走量的成型是2.0豪华版本车型 落地是在21.8万左右 上个月排名第五雅各 不得不说雅各在改款之后 确实颜值非常高 配置也提升了 在上个月拿下了898台 当然仅仅只是局限这个城市 这个销量可以说得上已经是比较不错了 毕竟我们还是有很多朋友能够摇到号的 它在上个月这款车呢 总共是拿下了25203台 燃油版本车型官方制造价16.98万到21.58万 这个设价区间 其实雅各的舒适版本车型最为走量 落地的话大概是在19.9万左右 上个月排名第六雄一 日产雄一在南方地区确实深受很多朋友喜欢 在上个月是712台销量在深圳 上个月全国总销量是50492台的销量成绩 雄一确实卖的还是比较不错 而且在深圳地区主要还是以14代的车型为主 14代车型官方制造价是1.9万到14.49万 舒适版本车型落地在13.52万 越想版本车型就是次迪配落地在14.7万 上个月排名第七红旗EQM5 红旗EQM5这款车在上个月还卖了676台 要知道本身这款车作为高端品牌车型 其实它的价格并不低 它的官方制造价是在23.98万 虽然说有三款车型 但是三款车型的价格都是一样的 定位还是一款中型车 车长5040毫米 轴距能够达到2990毫米 基本上可以定义为是一款入门级的中大型车型了 不过这款车定位还是一款中型车 上个月排名第八理想万 理想万在深圳同样卖的也是比较不错 上个月667台 它在上个月全国总销售成绩14,087台 理想万目前就一款车型33.8万 有些地方有优惠 有些地方没有 甚至有些地方还出现加价的情况 它的入门级车型落地大概是在36万左右 这款车它的一个综合序 最大是能够达到1080公里 纯电是80公里续航 东西都还是比较不错 333匹马力 455牛米 上个月排名第九琴Plus DMI 比亚迪琴Plus DMI 这款车确实卖的也是非常好的 上个月是637台的销售量 它的全国总销售量是17,283台 这款车呢确实还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官方制造价10.58万到14.58万数价区间 总共有四款车型 每款车型都能够找到合适的适用群体 当然如果想跑点长途的话 个人还是比较建议120公里版本的车型 落地的话大概是在13.52万左右 上个月排名第十堂DM 比亚迪琴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车型 以及超级混合动力版本车型 在深圳卖的也是比较不错的 621台 本身这款车它在全国各个地区卖的也是比较好 上个月总共销量是8700台 官方制造价是在18.98万到29.36万 包含超混以及插混版本的车型 它的超级混合动力版本车型 入门级的车型落地是在19.5万左右 以上这十款车就是深圳地区卖的最火的十款车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十款车当中有七款车都是新能源 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在这个地区摇好真的是太难了 我们很多网友都表示 你以为我们愿意啊 其实很多朋友是不愿意的 但是呢 基于政策 以及我们很多朋友能够上牌实用车 不得已去选择新能源版本的车型 在这七款新能源版本车型当中 同时还有三款车都是来自于比亚迪旗下的 毕竟进水楼台好闹事 不是进水楼台好威权 比亚迪工厂就在深圳这边 相信我们很多朋友也都比较清楚吧 不管怎么说 新能源的推行也是国家大力扶持的 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 也是有着较好的绿色出行 同时呢 是吧 也都比较方便 目前有很多新能源的车型 也慢慢的接近了燃油车型的价格了 这十款车型当中也有贵的车型 像Model Y LiS1都是30多万的 同时还有10万左右的车型 像轩宜 BRD琴 PLUS DMI 还有20来万的 雅阁 凯美瑞 BRD汉 还有唐这里的车型 下次有时间我们再看看其他城市热销的一些车型